原本是一片十種種生的鳳梯 不過現在已經變成學生的快樂鳳梯 第三個小時候這片鳳梯 好好整理搭造成一片小小菜園 讓學生可以利用 兵商時一起社團時間 親手來種菜 提供做產人的生活 種菜中學到 看到許多同學從被動變成主動 讓我很高興 種菜很有成就感 而且還可以讓我們學到 那個團隊合作的精神 可以互相幫助 種菜的時候可以體驗農夫的生活 這學生的快樂課程 不然開心孩子收成 學生也學到學生的重要 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 當然學生也將這份快樂 帶回去家裡 帶自己的爸爸媽媽分享 因為採收就很有成就感 然後帶回去吃 讓家人吃到 家人也說很好吃 家長回家 看上我們種菜的樣子 會覺得很開心 我從陳老師帶給我們經驗 和種菜的分享 我很感謝陳老師以後會把菜吃光光 今年就第三國小在第三農會蘇建會的結會福德下 所搭著的小小菜園 看到學生各個開心的模樣 就能夠知道這個科學生是相當處理合適 而且又能夠吃到自己所情的新鮮食物 這叫開心農場 讓我們的學生可以從種植中來學習 一些是除了課本之外的作業流程 我想他這樣一個從親自操作 然後自己種自己照顧自己來把它料理 這樣的話他體驗了很多 可以學到很多 我是覺得說 願意自己願意學習的 他才會學習到很多東西 尤其是可以體驗 吃著自己親自所情的素菜 煮米一定是特別好吃 因為辛苦後的收成最美好 記者出來有開 採訪博德